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惊恐的是 妻子果然早已断了气 面色苍白 嘴唇发黑 身子已经干枯 庚夫傻眼了 这一切究竟怎么回事 然而更让你意外的是 少夫走到他身边说道 你也该上路了 这又是什么意思 在黑尔提醒下 庚夫抬头望向屋顶 竟看他自己正挂在房梁上面 身体已经僵硬 早已经死去 原来少夫是个灵魂百度人 庚夫只是个鬼魂 他过于留恋死去的妻子 所以一直滞留在阳间 现在少夫把他的鬼魂要带回阴间 与此同时 赵丽结婚了杨中面馆陈掌柜的身份 他就是昨天被官府砍了头的杀人一半 现在也是个鬼魂 赵丽之所以不着急把他带回阴间 是知道陈掌柜杀人背后的原因 当初他想给即将脱下的闺女 置办些像样的价格 但先出这个苦难的世道上 官府腐败无能 穷人活下去都很困难 为了让闺女奉风功功的嫁出去 他想奸商吴老板借了高利贷 很想靠经营这家面馆来还债 怎样社会动荡 生意反弹 吴老板看他无力还债 把主意打到陈掌柜闺女奉蝶的身上 想用奉蝶抵债 把他卖到窑子里去 这不是欺负人吗 陈掌柜一怒之下 杀了吴老板全家 他也被官府抓去砍了脑袋 送走了陈掌柜的鬼魂 赵丽也完成了任务 他和少夫会合后 两人感慨不已 什么世道啊 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到了第二天 赵丽按照陈掌柜的主托 到他家送奉蝶出嫁 奉蝶生的唇红齿白 是个美人梯子 可惜说目失明 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 他也早已得知 父亲犯了杀人罪 已被官府斩首 但他相信 父亲并非恶语杀人 而是走投无路逼不得已 虽然自己 因为父亲的事情 被退了婚 可他并不怨恨 为了活下去 奉蝶请求赵丽 把他送到窑子里去 为了活下去 他只能充满肉体 在这个动荡的年约 活下去太不容易了 希望有一天 这个世界会变得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